劉浩龍和吳葉坤 這日就一起出席有關職業安全上飾的活動 師兄最近在新MV裏面就飾演一名髮型師 還要真的下手去剪頭髮 因為這首歌叫做《亞龍理髮》 但就在一些舊時上海補的 那天就飾演 舊時逐點說叫做《非法佬》 那天很感謝有四位演員來到 很勇敢給我去剪頭髮 我覺得他們勇氣喝家 他們好像整個月沒有剪頭髮來的 所以來到的時候任我剪 我跟他們說你不用拍的 雖然我是不會剪的 不過我的髮型師傅在旁邊 我拍完這個照片 他會幫我剪頭髮 所以之後大家拍了一張照片 他們都滿意新的髮型 那我就多謝他們 另外坤哥這日看起來就好像瘦了不少 原來是為了拍戲而刻意減肥 不過最近坤哥就被人傳同人妻 廣美之子密會 對呀 平時這樣都令到我的朋友 不好意思 還有一些形容詞 不是那麼漂亮的形容詞 吸取教訓之後 大家吃飯千萬不要早到 所以一定要遲到 或者一班一起到 因為我們是一班朋友 吃飯 陳國鋒我們很朋友 然後很久沒見 誰知道做這樣的事 我都對不起他 至於另一邊商 好兄弟周志文和劉沛月 就被人拍到疑似激吻 坤哥又有沒有留意新聞 是不是真的 我不知道 真的就是恭喜 假的就是 我明白的 人妻都可以寫出來的話 大家都 不要緊要平常心 제덕哥 商量 帖貴 我 знаю